这位患者是连想起了水泡对吗 最近是用了什么过敏的东西吗 我只是吃了什么食物 不记得了 据我多年的分析来看呢 这个就是过敏了 我帮你把它挤破就可以了 但是由于你这个水泡呢 记得是过于多了 所以挤水泡之前呢 我需要先给你打一只麻药 可能处理一个的话是不动的 带着这么多一下子 有点承受不住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首先呢我们拿一个注射器 面部的话咱们就用这一只吧 小的 再拿一下芝麻药 不用紧张 就打麻药的话会等一下下 之后呢就不动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个局部的消毒 加一个面球出来 然后我们再选择一种工具 就要开始帮你插破了 怎么样了 这里我摁着有感觉吗 没有是吧 好的 那我就开始炸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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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拿棉球,我幫你擦拭一下 好的,然後呢,再幫你上個藥 好,好 Definitivamente ούμε我的功能,不是你平靈了 好了 已经把你处理好了 然后现在呢 你去浇费厨浇费就可以了